ReChat数位账户2023年的权益正式公告了 到底怎么样 今天来跟你聊聊 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的权益公告 新朋友的部分呢 你可以享有3.2%的高龄火除 但上限是10万元 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呢 比较差 你的固定年利率是1.3% 然后呢 能够存30万元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QR Code 你就可以完整的阅读公告 新户3.2%真的划算吗 你可以看到它的固定利率3.2% 所以不会因为央行升息而往上调升 它可以存半年 从2023年的1月3号存到7月2号 总共是181天 你的期期金额是只要1块钱就计算利息 存款上限呢 上半年只有10万块 下半年不知道 那2022年的话呢 比较大方一点 他们给的是30万 这中间有没有差呢 我们来算给你看 2022年的下半年呢 是2.725% 然后可以存30万元 2023年的上半年呢 是3.2%可以存10万元 你看一下这边 30万呢 乘以2.725 乘以365分之181天 好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利息是4054元 但是2023年的上半年呢 10万乘以3.2% 乘以365分之181 算出来的数字是1587元 整整少了2467元 如果你有30万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在2022年的下半年来存 你可以拿到的利息其实比较多 那自从2023年开始呢 虽然是有3.2%的高利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厉害 不过呢 你可以拿到的实质利息 其实是变少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其实就是大缩税 旧户呢 你一样解完任务 就可以拿到1.3%的高利活出 那有没有什么陷阱呢 我们这边来跟大家讲 你的固定利率是1.3% 所以不会因为央行的升息而往上调升 一样可以存半年 从2023年的1月3号存到7月2号 起息呢 一块钱就计算利息 最高30万元以内可以拿到1.3%的高利活出 你必须要完成两个任务的其中一个 第一个呢 叫做每人存满额 2000美金或者是1.2万的人民币 在帐上 但是呢 一定要有其中一个符合资格才可以 不可以两个加起来 就是超过这个金额 这是不行的 那第二个呢 叫做好运贯贯来 就要透过RichardAPP来开立台新证券的交割户 台新证券罐 这样子才能够拿到1.3%的高利活出 简单说 救护逼你做交易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个 买外币 你必须要考量的是 有没有会差 你现在买 将来卖出去 如果赔钱怎么办 第二个 资金 你要被绑 大概6万块台币左右的外币在帐上 拿着6万块台币 去做其他的投资 你的机会成本 你也要算进去 台新Richard它有个习惯 就是每半年就改差一次 你半年的话呢 你的优惠就要再缩水一次 你是否有这个心脏可以承受呢 这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 证券户 这个证券户呢 有没有可能开户失败 有的 如果你自己平常开很多的证券户 那台新证券有可能会拒绝你的开户 第二个 如果你要把你的钱 然后还有你其他地方的投资 全部都搬过来台新这边来使用 那你就要想一下 钱汇过来的成本 然后还有就是你都在这边使用的成本 你就可以想清楚 那目前台新证券呢 它有一个手续费折扣两折的优惠 每个月500万元以内的台股交易 都是给你两折的折扣 未来会不会有这么好的优惠 不知道 所以这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一点 那你要怎么去判定新户跟旧户之间的差别 它的时间切点是2022年的12月1号 如果你是12月1号以后开户的 你就是新朋友 你就可以符合最高3.2%的利率 那如果你是11月30号以前开户的 你就是Richard老朋友 那这边后面有写到 如果已经开户之后 销户再重新开 那你还是属于旧户 所以你不符合新户的资格 先跟大家讲一下结论 这叫做骗人上车又大将好康 半人开立数位账户就是要跟银行长久往来 可是台新呢 它总是把最好的优惠留给新户 那旧户的话呢 就要做一次又一次的任务 或者是要做很多的任务 你才能够完成拿到高利活储的这个基础 那对于一般人来讲 我觉得这其实就有点太要求了 我就不推荐大家一定要这样使用 因为真的很麻烦 但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开户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扫我们右边的QR Code开户 不过要提醒你半年之后呢 你就是旧户了 所以你一样要跟所有的人一起来解任务 才能够拿到高利活储的好康 我们这些300万的旧户 到底该何去何从啊 如果你的账上有外币 你可以考虑资金继续放外币 那么你的活存呢 继续享有1.3%高利活储 你30万元放半年 可以拿到1933元的利息 或者是你选择 把你的外币给卖出 或者是移转到其他银行 那么跟台新结束往来关系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像我的话呢 就是透过永丰金证券的封易扣 用这个服务呢 把我台新的外币账户的钱 全部吸过去 那我再透过永丰金证券 里面的财富管理的账户 转到我的大户外币账户 那我就可以从我的外币账户呢 来进行投资美股了 如果你没有2000美金 或者是12000人民币放在账上的 很有可能你是上一季的新户 所以你还来不及买的 你还有其他的做法可以做 第一个就是你马上开立证券户 你的活存呢 就一样可以享有1.3% 但是呢 你的证券户有可能会开户失败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审慎评估 第二个呢 你可以把你的台币撤出台新 把它转到其他的户头里面 其实也可以享有更好的利率 台新证券有没有什么开户好康 第一个就是每个月两折的折扣 500万元以内的交易额都可以享有这样子的好康 超过500万元呢 你只剩下28折的折扣 其实也是蛮好的 他的活动时间呢 是2022年的7月1号到2023年的6月30号 整股手续费最低20元 零股最低1块钱 他的手续责让方式是下一个月才会推到账上 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 RECHR数位账户的方案呢 第一个呢 是上海银行的Cloudbank呢 他目前呢 利率很好 1.7%的高利活除最高可以存50万 如果你没有完成以下的任务 那你就只有30万 可是30万你也可以完全的 把RECHR数位账户的30万救护资金移过来 也是很不错的 30万如果你从RECHR移过来的话呢 存半年最高可以拿到2529元的利息 跟RECHR1.3%30万比起来 你可以多领596元 也就是接近600元的利息 Cloudbank的优惠呢 从2022年的11月25号到2023年的6月30号 所以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 你的额度要怎么样才能从30万提升到50万呢 第一个 请你登陆他的网络银行或者是行动银行的APP 第二个呢 你只要设定这个数位账户代扣本行的信用卡款 那你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 那至于要不要买1000美金 我觉得有点麻烦 然后就是算 这个数位账户还有一个优惠叫做 每个月有10次的跨体转的零手续费这个服务 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个账户来做中继资金的转运 我觉得也很方便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这边的QR Code 就可以扫码开户 或者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也有开户的连结 我推荐的是第一银行的ILEO数位账户 它有2%的高利活储 最高可以存12万 那它的活动期间呢 从11月1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 所以你现在开户至少都还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来存款 你这12万呢从Reach一过来的话 你存半年可以拿1190元的利息 其实也非常的好 像我自己目前就12万元存好存满 开户QR Code在这边 有兴趣可以扫码开户 每个月呢 可以有10次的跨体转功能 或者是ILEO信用卡 你是新户的话呢 你申请最高搭配台湾配友8%的回馈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是第一银行的异想天地世界卡 那异想天地世界卡有一个亮点 如果有市区停车需求的话呢 这张卡片的前一个月消费5000元 那么你下一个月 天天都可以在重新都督房跟台湾联通 可以停三个小时免费 一般的话呢 大概都只能停个10次而已 这家银行呢 它目前的优惠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有市区停车需求的人 一起入手这张卡片 然后来解任务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结论 台信永远都是只见新人 笑不见旧人哭 很多人呢 有了这个台信数位账户 但是最后都被打成旧户 打成旧户之后呢 就是次等公民 你只能够就是多做外币往来 或者是你还得再解证券任务 你才能够拿到高利活储 像我这边有非常多台信Rechard的相关产品 不论是信用卡 还是他的银行账户的这些卡片 我通通都有保留起来 但是对我来讲 他不过就只是一个收藏品罢了 他的产品权益越来越差 我其实也就越来越少用了 顶多有一些优惠更新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 在使用Rechard数位账户 别忘了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及时更新一下 Rechard的最新消息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